至于五都选情 现在动作频频 新内院副院长朱立伦在昨天下午 已经正式把户籍迁到绿营的大票仓 台北县的三重市了 党内马上有人肯定 说这是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但是也有人吃味 认为应该要先巩固蓝军的票仓才对 而绿营立委则是不以为然 说这是选举考量 选民才不会上当 早就锁定参选新北市长的朱立伦 终于跨出参选的第一步 把户籍迁到台北县 而且选的还是绿营的大票仓三重市 他应该是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的一个看法 也符合整个战略的趋势 应该先巩固蓝军 然后才去发展开花绿营的票 这样才对 听到朱立伦没把户口迁到自己的选区 还真的很失望 因为当初朱立伦有三个选择 一个是他曾经住过的综合市 而且是传统的蓝军票仓 占有地利之变 另一个是板桥市 因为人口最多要抢票 当然选这里 最后是三重市 传统的绿营票仓 结果朱立伦选了三重市 就是要抢攻范绿票员 我觉得很难 除非是马政府这一年 他的施政表现 那么有令人民很满意的话 那可能可以吸走一些中间的选票 现在执政政绩那么烂 只靠着要签负几道三重市 太小看三重市的民众 他不会得逞 绿营立伟纷纷长衰 朱立伦升入民进党票仓 这是成功的第一步还是失败的第一步 投票当天就会揭晓 民众新闻做不到